以护法成 故约清白 操诸毁谤 故约清白 想不到佛家这个清白的解释这么深 人最在意的就是明文立养 那佛告诉我们明文立养是梦幻泡影 我们应该把它放下 要把什么好好的康护好呢 把自己的清净心 平等心照顾好 下面是念老所说的 文中之法成 指至断之国 如何战约 至断之国 为之法成 这个成是指我们的身心 我们见到真心了 真心是显明清白的 绝对没有污染 真心是什么 本经的经体就讲得很清楚 五个字 清净 平等 绝 所以说护持正法就是护持我们的身 我们的心 尤其是心 心一正 身体呢 他当然就正了 假如说我们只是重视身体正 请问心呢 不一定正 很明显吗 你看有的人把自己打扮得 很好看 可是仔细看 他很自私 烦恼吸气很重 修行是先要修心 像近代有一位很著名的大德 金山火腹 你看他老人家穿得 就是普普通通 拉拉大大的 但是人家有没有真实的功夫呢 他有空慧 他就有能力 帮助众生 解除烦恼 化解他的痛苦 我们如果穿的是珠光宝气 有没有能力把别人的烦恼解决掉呢 自己都没有搞定 是不是 哪里谈得这样帮别人呢 所以不可以取向 不可以着相 来看人 家祥书业 遣除迷够 故云昔灼 无相知解 是无露明 故云清白 解是了解 是理解 理解一切法 是相而无相 无相而相 这个就是事实真相 佛家常常讲四个字 来描述我们这个施法界的真实状况 梦 幻 泡 大家都做过梦 梦中有相 对不对 有人事物 有山和大地 可是一旦醒过来呢 去哪里了 但是我们在梦中 真的感受到 有那个相 但是这个相 是个假相 晚上做梦 知道不是真的 那现在我们白天 其实我们现在白天 有没有在做梦 继续做白日梦 这个话当然不太好听 可是讲的是真话 六道不但是梦 四生法界也是梦 甚至时报图呢 它还是梦 三个梦 你看 首先要跳出六道 再超越四圣 最后呢 离开十八道 回归到长级光景 这才是学佛的真实目的 到达极乐世界 我们是居住在 一阵法界 其实那个地方是暂时的 因为我们在那边呢 追随释迦牟尼佛 追随阿弥陀佛 追随十方诸佛 学习佛法 天天在佛菩萨的帮助之下 快速地提升我们的 智慧德能向好 所以到最后 十报图的菩萨 全都回到长级光里面 都振得了呢 妙觉如来的果位 加强书讲 无相之解 是无漏明 故约清白 它是无漏里面的智慧 所以叫做清白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它没有染污 又真解约 西卓购乌 显明清白 是素 雨德 这个素 是降落的意思 落下来 雨 有能 喜悟 购乌 其实我们大家 应该要很感恩 这些雨水 你看这个雨水一落下来 空气就变得怎么样了 新鲜多了 您的车子停在外面了 下了一场大雨 就感觉到 哎哟 感谢老天爷帮我洗车 本来想今天洗车 没想到您主都帮我 撒干露 高兴 那大地呢 就更加欢喜了 你看这些农作物 植物等等 吸收这些水分 它不光是能够洗足购物 还能够显清白体之德 极乐世界那边的雨 很有意思 该下的时候 它就下 不下的时候呢 一滴都没有 其实它那边 这个雨是不是像我们这边的雨水呢 哪里像我们这里 我们这边的雨啊 现在变成什么 不正常了 如果说人心厚道 人心善良 那个雨啊 称为什么雨呢 叫做及时雨 风调雨顺 如果说人心恶毒 自私 那这个雨水呢 就很不正常 该下的时候不下 不该下的时候呢 连续下 造成水灾 我们来说一遍 让您 并不是 那边 来